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月21日 星期六 今天 其實 已經是大年30晚了 這一天 應該是大家團團圓圓一起吃飯的日子 我也祝所有我們的聽眾 在這個時刻可以跟家人團圓 因為不是很多人 是可以跟家人團圓的 好 這一節 我又要說李家超 我看到Johnny也有說李家超 但是 我跟他的角度有點不同 所以我們分開一人做一節 在年二十九 李家超聯同 麥美娟 工聯會的 希虎 盛女 也不是盛女 已經是 長者來的 去街訪 在青衣 長亨村探獨居長者 我要說的是他 去到 街市跟商戶聊天 街市跟商戶聊天 剛好經過一檔 揮春檔 街市跟商戶聊天 師奶 當主是一個師奶 這個師奶看到他 即時就握著他的手 哇 又年輕又英俊啊 讚到李家超第一時間 呼目逢春 做了公公那麼久 第一次被人稱讚英俊 李家超笑著回應 你這樣鼓勵我 我每天都來的 當然 李家超又名十一超 因為他跟他的太太 很年輕就已經是生了兒子了 據說13歲 根據我們的年齡推算 他的兒子的出生 時間推算 他的太太應該是13歲 就跟他開始彈下一指 這個年紀其實沒甚麼問題的 如果現在 是 魏晉蘭北朝 其實到了宋朝 當時的律法 也是規定13歲就要嫁了 這是朝廷的律令 所以 他只是 叫做 去回宋祭 如果以嚴格來說 要追溯的時候 他跟隨魏晉蘭北朝 去到唐宋 懷舊 十分之復古 當時的15歲 已經可以 做將軍了 10歲 已經可以做次使 不是次子 是次使一個地方的行政長官 所以 他13歲搞大老婆的肚子不是問題 最重要是他是珍愛 如果他說搞大老婆的肚子之後 那個不是老婆 棄人於不顧 這樣真的是壞 所以 李家超在家庭來說 他也是一個盡責任的丈夫 這個要說到事實 起碼沒有怎麼聽到他說婚愛情 不過我們 現在就想 我的角度就看到 李家超做了公公那麼久 我想第一次有人 賺你英俊 年輕 可能是否閹了之後 那個樣子保養得好一點 練了葵花寶典 他說他懂得太極 其實是不是練了葵花寶典 對於李家超 其實 我們就這樣看李家超 他也是一個有些運氣的人 他 吃了一條水 現在林鄭月娥沒得幹 他就跟著接來做 而且上面也帶了一些重任給他 他也 好像 很跟足上面的意思 但是 香港越是有這些人 有這些聽話的人就越是麻煩 今年大家 不知道過得好不好 我相信也不算很好 虎年即將完結 現在我們看到了 政府有些好消息告訴大家 最新一期的勞動人口統計數字 本港去年12至12月的失業人數減至12萬6千人 同期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下降至3.5 這是疫情爆發以來的最低水平 即是說香港的失業率不算高 很多人都有公開 這個我們也是有點欣慰的 起碼 起碼香港 我們有很多朋友在香港 工作 不要太過 經濟環境太差 令到他們找不到吃 以往 賺開大錢的自由行的生意 做自由行的生意 基本上都死掉了 那麼很多人要 迫著轉型 那麼現在 李家超可以說 也算是 幸好撿到林鄭二灘 那麼現在 香港究竟會不會 脫離這個苦境 其實 經濟可能有一點好 但是 你對香港會有好轉 我覺得不會有很大的變化 原因 是因為那個制度 你無論你怎麼出來 裝作 你裝作 又說要部署搶人才 又說要促進經濟 然後又叫新加坡的人回流回香港 又說要促進家族辦公室 有錢的人來開家族辦公室 但是問題是甚麼呢 問題是你本身香港的內政搞得很差 我們前一節 告訴大家 還有87歲的老人家要駕駛的士賺吃 香港 是有很多老人家老到 你見他已經 搗背了 推著木頭車 在街上撿紙皮 靠著倒垃圾撿紙皮 去戶口 香港如此富裕的社會 你還有資格 稱自己為 亞洲金融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 其實你們政府 是犯了很大的罪業 你們對於基層 對於普通人 對於老人家 你們是很殘忍的 劏房問題也是一樣 劏房 全世界在香港 居住環境 就算你去尼泊爾 你去墨西哥 就算你去伊拉克 也沒有那麼惡劣的居住環境 香港的居住環境真是惡劣擠逼得不得了 嚇死人 價錢又貴 租人都離譜 還不是 只是劏房 香港到現在 還有龍屋 存在 你知道嗎 在佐敦道 波叔買了一個樓上的物業 那是龍屋 我後來聽回來才知道 龍屋 我們以為是看電影才有 1997年 有一套電影《龍文》 拿了金像獎 喬弘做的 我記得有喬弘 又有 又有那個 老伯 說不出名字 好像是 廖啟子也有份做 這套電影 1997年上映 當時大家聽到已經覺得是龍文 要在龍裡面 鐵龍裡面 想不到 到了20 2023年 現在 30多年過去 龍屋 仍然存在 你怎麼會想得到呢 在這麼富裕的社會 還有龍屋 存在 這個就是你香港政府的責任 那麼多年你民生不搞好 就是搞 政治 完完全全是跟大陸那一套 大陸也沒有龍屋 我想問一下 大陸有沒有87歲的人駕駛的士 不可能的 沒有可能大陸有87歲的人駕駛的士 因為他在香港 因為他在香港身體還能頂得住 水沒有毒 空氣沒有毒 是不是 只要自己不是胡亂吃東西 生活堅堅堅堅堅 他還可以駕駛的士賺錢 大陸 67歲都不行了 老到 身體已經頂不住了 你想一下 香港是不是很難捱的那些人 現在的問題 我們看到以往我們出來反對社會 出來反對政府 都是因為政府做得差 是不是 但是 問題就是現在的政府 他不是去檢討他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 他是去 消滅一些提出問題的人 你現在在這裏落區 做一些show 在這裏扮一下親民 別人稱讚你兩句 你是鬆無鬆逆 你做得很好嗎 你身為 一個月 收40多萬人工 你知不知道有 外面的基層 其實你也是基層出身的 是不是 你也是基層出身 外面有很多人 是很慘的 你有沒有去理到他們 現在升得出來抽一下水 你做了些甚麼呢 上任了那麼久 新年其實 說這些好像很掃氣 好像很掃大家慶 但是 市民面對這些問題 我們以往在香港 我們也很關注這些貧窮問題 我們在 經濟政策方面 我們相對 是偏左傾 我們希望社會有一個較公平的分配 其實年輕人通常都會左傾 但是 到了你年紀大 你就覺得 不應該左傾 我到現在也好 我也不算很年輕了 我自己做生意也好 我也認為 生意不應該趕盡殺絕 不應該賺盡 應該令到窮人不要那麼窮 做生意的人 你不希望窮人太窮 其實香港是很黑心 做生意的人不理窮人 是苦 而政府也專門針對窮人 當然大陸也是 當然大陸不是只是針對窮人 所有人都是針對的 有錢人也是針對窮人也是針對 香港的情況 真的是特別欺壓窮人 所以 現在虎連送走了 如果兔年來了 有沒有能夠吐氣揚名 沒有的 沒有能夠吐氣揚名 吐血揚名就有 坐牢過揚名 你想吐血就有 想吐氣就沒有 因為 你們這些政治制度 向全面 向大陸左轉 怎麼會有運行的 投資不會增加 你只能夠糖水滾糖魚做回香港的東西 會不會有很多字牙下來買東西呢 不會有很多 是不是 所以 這個問題 其實 只會持續惡化下去 不會好很多 所以我們也是祝福香港的朋友 平平安安 這節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最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許可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至於1月28日的網序 即是下星期六 一個星期之後 我們已經報名 額滿了 不再接受報名 多謝大家鼎力支持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住也覺得很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到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